那當然這個82例 是一個非常高的數目 那主要的來源大概是有兩個 一個是在高雄 高雄的港區裡面 從第一天的幾個案例到 昨天又新增了14個案例 那另外是在 在桃園的自貿經濟園區裡面 的一位亞序公司 昨天驗了1,005位 驗出了63位 63位的確診 那其中有一位是離職的員工 那也被驗出來 所以這邊總共是64位 那在台北 台北也有一個案例 那新北也有一個案例 主要還是在這兩個區域 向前列車 扶著 從來 我聽到 它成功 既死了 所以 有個案例 將吐了 這關鍵 第三關鍵 敷後 出4個案例